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范形方法 首先大家需要知道什么是范形方法 上节课我们学过了范形类 范形类和范形方法其实是大通小异 范形方法就是方法的模型 范形类就是类的模型 给定具体的类型就可以实力化出一个操作该类型的具体方法 范形类中往往有范形方法 但是普通类中也可以有范形方法 甚至范形类当中的范形参数和范形方法的范形参数 虽然这个方法在这个范形类当中 但是它们可以是相互独立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语法 那么假如这是一个普通的类 我们之前有过一个类叫做狗狗类 它并不是一个范形类 那么这个狗狗类呢 它有一个范形方法 那么它也有一个参数 那么就像类一样 范形类的话是类名后面加上兼过号 加这个范形参数 那么范形方法呢 是普通方法名后面加兼过号 再加范形参数 范形参数可以用在我们的参数列表当中 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返回值当中 也可以用在我们方法体当中 这都是自由的 那么一旦加了这个范形参数 那么意味着我们 这个参数又出现在我们的参数列表当中 这就是自由的一面 想传什么参数 传什么参数 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一点的例子 我们之前不是写了一个狗狗类吗 宠物 然后狗狗类 假如啊 写一个狗狗类 这个类呢 是一个 这个写一个狗狗方法 这个方法 它有一个方法 是范形方法 比如说 狗狗看到一些事情 它就会开心 开心 它就会腰尾巴 那么假如我们 看到什么东西会开心呢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狗狗就表现出开心 假如我们有一些摇尾巴或者等等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就答一句答应句话 表示狗狗的这种行为 啊 happy 什么happy呢 这个target 所有的类这个都可以 所有的参数 无论是内置类型还是字印类型 都可以有这个 是吧 我们就让它不管传进来 或者说实力化 这个繁星方法实力化成什么样的类型 它都可以加这个探数 好 那么我们这样就定义了一个繁星方法 好 那么如何使用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如果一个狗狗 先定一个狗狗对象 狗狗的对象 A吧 这个狗狗呢 比如说看到一个 happy 看到一个什么呢 我们假如看到一个 定一个类 定一个人的类 person 定一个人的类 看到 当它看到 人类的时候 很开心 new person 犯人错 这个没有加括号 好 那么看到人类很开心 那么这个狗狗呢 它有特殊能力 假如是吧 它看到什么很开心呢 它看到数字很开心 那么我们可以随便传一个数字 传个三 看到三的时候很开心 这就是我们的繁星方法 这个繁星方法 定义在普通类当中 定义的方法呢 那么也和我们的繁星类相似 方法名后面加上 繁星的参数 可以是多个参数 可以是一个参数 参数名可以是T 可以是ABC 可以是任何一个单词 符合命名规范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内容